台积电可以说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由于它的晶圆代工 全球市占超过了六成 而先进制程更是超过了九成 《经济学人》杂志是如此称呼台湾 是全球半导体制造的咽喉店 Choke Point 台湾在3奈米制程 全面领先三星以及英特尔 2奈米制程更是在台湾积极投资 而除了台湾 台积电也大举的布局海外 日本九州雄本厂 是最早有成果的地方 雄本一厂在今年2月份已经完工 预计将进行雄本二厂的建设 而另外台积电已经敲定 在德国的德勒斯登投资建厂 也获得了德国政府高达50亿欧元的补助 而国内民众最关注的 美国亚利桑那厂 一起工程已经完工 预计明年开始量产4奈米的晶片 而二起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 到底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厂目前的进度是如何 继续是采访团队独家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采访报道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是美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这里的人口已经接至165万人 是全美第五大城 也是第三大的电子业制造中心 来到凤凰城市中心 这里有NBA凤凰城太阳队的主场足迹中心 跟职棒大联盟亚利桑那响伟蛇队的大通球场 艳阳高照下 十分有美墨边界的风情 尽管当时只是4月下旬 但是天气已经非常炎热 我们来到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哇 每天都是气温高达摄氏36度 所以气温上的适应一定会是一大挑战 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在2021年来到凤凰城设厂 成了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驱车前往位于凤凰城北边市郊 大约38公里的台积电厂区 占地超过1100英亩 大约445公顷 第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巨大 大型的太阳能停车场后方 就是台积电的晶圆厂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圆厂 已经开始逐渐展现成果 台市带您独家执集 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目前的现况 亚利桑那厂的入口处是一座大办公楼 许多工人和工程师鱼贯走进厂区 厂内门禁警卫相当严格 需要用到卡片跟人脸辨识 来到办公大楼后面 就可以看到正在大兴土木的两个厂房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第一期工程 已经大致完工 预计在2025年上半年 开始量产4奈米的晶片 2022年12月6号 美国总统拜登 清零台积电亚利桑那厂 主持第一期晶圆厂移基典礼 历经了重重的努力 美国商务部在今年4月8号宣布依据 晶片与科学法 要提供台积电高达66亿美元的补助 以及50亿美元的贷款 台积电也宣布将在凤凰城 新建第三座先进制程晶圆厂 我们来到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内部 厂居内一天大约有8000人同时施工 最高的时候甚至高达12000人 台积电总投资的超过65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约2.1兆元 是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的直接投资 巨额投资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由于美国足以多元 厂居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因此台积电非常重视 人才协作与融合创新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 那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要调整 就是你必须要尊重彼此的文化 起初凤凰城当地的机场 有误大量的台湾工程师 他们还搞不清楚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 我们刚开始会说 Semiconductor We make the cheap 第一个反应 一开始反应说 哦 你是做饼干的吗 可是随着台积电的员工 在凤凰城形成社群聚落 彼此逐渐了解 当地也嗅到商机 很多华人超市本来都是在南边 那渐渐的也都在北边开始设点 甚至我们这边还有那种台湾热炒店 就是关于台湾的那种商业活动 越来越发达 对对对 就是你熟悉的盐书机啊 波泡奶茶这边其实都 都还是可以 嗯 买得到 但是价钱都比较贵一点吗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价钱啊 你就 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是全美最大的大学之一 曾经连续七年被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导评为最继创新力的大学 排名还超越举世文明的 史丹佛大学和麻生理工学院 将来渴望成为台积电重要的人才库 亚利桑那州大是凤凰城当地最知名的大学 它不但获得拜登政府在晶片法案的补助 也跟台积电在人才训练方面展开密切的合作 亚利桑那州大的富顿工学院 学任就有三万两千人 博士工学院每年就有七千三百名毕业的工程师 更是美国大西南地区半导体研究 数一数二的重症 The CHIPS Act is about restoring competitiveness leadership within the US with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SMC is a very vital element of that so we see this as a way to catapult okay our region the state the south west region into one of global leadership 走进富顿工学院的实验室 居官科技工厂 有许多知名的企业曾经跟他们合作研究计划 开发了太阳能光电板 可挠式面板以及各种半导体工艺 的是极度工程式 因为你想你可以找到所有的分析 uy 这 spare箱手工程库在我鉄面上 极度构意於14front m Am 尽管无城市里的十颗机 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的机器 但是要价却降近台幣2亿元 因此学生的实习机会格外珍贵 台积内的投资带来振兴美国半导体千载南逢的良机 当地的商界也寄予厚望 第一个是职业 台积电在日本九州的雄本一厂 今年二月已经正式启用 台积电在凤凰城的雅丽桑那二厂附属建筑物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完成上梁 台积电在海外建厂有成 国人却开始担心产业外移 不过美方认为台湾的半导体地位无可取代 国人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The technology you're giving to America is not the most advanced so we will still depend on TSMC in Taiwan for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hips and so wi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 think the silicon shield will not be weakene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when all of these fabs are finished and operating 在最大的能力 那還會有10%的產品 世界上的產品 Computex 電腦展展現 台灣的AI黃金年代 台積電則是這場革命的核心 我們有很多同事 所以我們繼續做這個 我們在台灣投資 深耕台灣 邁向全世界 台灣科技業仍將不斷突破難關 勇往前行